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訂閱突破41萬人 這兩天因為NBA下跪事件 美中兩個強拳打得可凶了 在美國政論節目 談話節目脫口秀節目 新聞節目吵翻天 然後美國國會議員 政治人物紛紛表態 就連CRA都加入了表態行列 那這一個在美國內部形容 這個NBA為了中國錢進行魔鬼交易 幾乎把反中的情緒不斷的動員 而在中國的網路鄉民 也這一個除了追殺NBA之外 最新的追殺名單追殺到Tiffany 那事實上精品品牌任何動作 都可能被政治化形容 那同時呢 這一個非常有名的電競遊戲 如實裡頭呢 也有受到波及 那這一波的波及跟傷害 事實上也影響了貿易戰的談判 包含昨天美股重挫300多點 BOOMBER放了一個新聞說 白宮除了考慮下架中國企業之外 還考慮禁止退休基金 公共基金投資中國大陸股票 那一旦美中的新的貿易攻防 變成全面的禁止投資入棄的話 那事實上金融戰的風暴 可能再度擴大 這個風暴背後有多少不會人知的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黃鵬笑大哥 各位好 大家好 再來是吳林翔大哥 各位朋友好 妳好 再來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來是張國城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資安雜誌主編陳彥如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我剛講NBA讓美國炸瘋了 也因此南方事件客 CUSO這一個維尼的影片 在網路上流量不斷的增加 然後美國內部一大堆反對派認為 NBA怎麼可以跟中國錢進行 這個魔鬼交易 那聲援香港支持香港 或者支持民主自由 人權不是普世價值嗎 可以為了錢貴普世價值 或者交易放棄普世價值嗎 好 創夏剛看到的是NBA總裁 這一個被迫出來再度澄清 因為中國封殺NBA的 這個火箭隊的事件 造成美國輿論瘋狂的反彈 現在不只是臺灣 韓粉出征 寸草不生 在全世界也是五毛出征 寸草不生 所以現在你只要讓五毛不高興 讓中國的網民不高興 你就會受到大麻煩 所以NBA的莫寧挺香港 結果NBA在不管是央視 還是騰訊都給他下架 一下架之後他們就損失了 最後轉播了15億美金 大概466億台幣的一個利潤 所以看到他們NBA總裁 出來之後就有一點點說 雖然表面上是說挺莫雷 但是又說以後 整個大家就不要再談政治了 只要談籃球就好 可是這樣一個態度 是不被美國人所接受的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現在越來越加碼 包含是Apple 蘋果也面臨到被五毛下架的壓力 為什麼因為他們裡面有個App 這個App是香港的抗爭的即時地圖 那裡面有一些香港警力的部署 香港的一個整個路線 這個App一出來之後五毛又生氣了 就覺得你在鼓動暴動 鼓動抗爭也不行 也要把他們給下架 也要把蘋果給下架 甚至Tiffany那張照片也要給下架 當然連電動玩具裡面電競比賽也一樣 那個暴雪他只是講了八個字 光復香港革命自由 他被取消了資格 被競賽一年 人家在旁邊那兩個主播是台灣人 前面講了一下 也告訴你說不行 因為你們鼓掌拍手 你們也被取消了合作 所以現在就全部殺下來 可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美國人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拉高民主主義 我也要防止任何的魔鬼交易 所以現在全面的他們的戰爭節目 他們連希拉蕊 好久沒出來希拉蕊 都跳出來譴責NBA 譴責中國 希拉蕊講的是 每個美國人都有為權力發生的自由 所以這個是硬挺下去 然後對沖基金的巴斯 硬跟直接譴責說 你這個整個NBA 你是魔鬼式的交易 福士德式的魔鬼交易 直接的把他罵下去了 盧比尔說 你這個NBA為了取悅中國 竟然跟球隊經理 劃清界限 令人做 哇 講得是多麼的重 一路下來呢 甚至於是呢 共和盟的克魯斯說 你為了賺大錢 行得可恥的行為 所以美國的情緒 美國民主主義也拉高了 所以現在一個NBA事件 各種事件裡面發現說 整個雙方是民主主義的大對沖 大對沖 真的而且雙方民主主義的大對沖 這個NBA下跪的事件 不只變成美國 這個政壇攻防的議題 也變成輿論 這個討論的議題 同時也變成新聞性節目的最重大的話題 我待會也會播一段影片給觀眾朋友看 然後NBA的市場 事實上最近幾年成長最快的是中國的市場 也因此火箭隊本來在中國 確實是有龐大的利益的 確實NBA他從2008年以來到目前為止 每年在中國市場都是兩位數的成長 他有人預估一年NBA大概可以在中國賺 大概四十億美金 大概一千兩百多億台幣 是個非常大的數字 那其中火箭隊大概是最受歡迎的 那因為之前的前明星姚平 還有在之前的我們這個台藝的選手 因為都跟火箭隊有關係嘛 所以說火箭隊在中國 其實非常受歡迎 結果這一次導火線 居然就是火箭隊的這個總管 那就因為在推特裡面 而支持的這個香港的這個運動 而且很快的就下架 可是就被人家截圖 可是這個整個就炸鍋開來了 那當然這件事情 這就不是只有NBA而已 你看到這個Tiffany也真的是 無望之災 不得不說 你看到最新推這個廣告 就是也找了中國的model 拍了這樣子一個廣告 就手遮住他的右眼 那大家第一個中國網友 覺得聯想到 之前八月份才在中國發生的 這個香港發生的 這個少女被這個布袋彈 打到眼睛的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確實很多人 都開始學這個動作 就是算是支援這個活動 好 結果就因為Tiffany 現在打這一波的廣告 結果Tiffany又被中國的網友給封殺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觀眾朋友 Tiffany大家都知道賣鑽石的 而且是賣比較貴的鑽石的 有品牌的鑽石都比較貴 都比裸鑽貴 好 Tiffany為了賣鑽石 我們來看一下 他事實上這一張照片 是為了設計他的鑽石曝光 所以他讓手舉起來 那不然手放下來拍眼睛幹嘛 他是要賣鑽石嘛 對 眼睛又不能戴鑽石 他只是舉起手來 讓這個攝影師拍下他的鑽石嘛 是 但是中國的鄉民自己心虛啊 自己覺得他這樣遮住眼睛 就是聲援反送中啊 是 然後就說要全面抵制要下架啊 那結果Tiffany就給他跪 就真的下架這個廣告 對 這真的很離譜 因為這個廣告 不然鑽石要戴眼睛嗎 還是要戴鼻子戴嘴巴 這個廣告你可以看到 右邊還有一張圖 是他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先打這個廣告 其實就已經這樣子 Given你的藍盒子 對 你第一季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抱眼少女的這件事情 那就不要說 就以孫飛飛這一個廣告來說就好 早在七月底 他們就在網路上放了 可是抱眼的事件 是八月中的事情啊 而且他的雜誌 我們那邊有寫 八月十三號在實體雜誌 就已經出這照片了 結果中國的網友真的是故意找查嘛 人家是早在這事情發生之前 人家就有這個 就有這個動作 就有這個廣告一系列 而且是一系列 從年初就是這樣子 結果就開始聯想 那Tiffany也真的是很不應該 那你就自己說 對不起對不起 趕快廣告下架 Tiffany為了中國市場 因為鄉民這樣抗議 他就下架這個廣告 所以Tiffany事實上也損失蠻大 因為做這些廣告跟代言 都有很多製作作業跟製作成本 沒錯 而且你看我看洪志的部分 他第二季的最新財報 他全球市場下滑 唯獨中國是成長 而且成長25% 當然不敢得罪嘛 所以你看 所以就網友開始哭手了 因為日本人的世界 人家挖出這麼多 幾十年來這麼多明星 那都是大概世界各國的明星 一樣的動作有這麼多 那請問中國 有這麼多明星都拍過類似的廣告 類似的廣告 對 那你請問你中國 要不要全部抵制這些藝人 哎呀 那網友還不夠黑 網友應該找一下這個共產黨的高官 有沒有人拍過這種照片 那你要不要下架高官 好 那這也很好笑喔 你看左邊的這本雜誌 我之前是沒聽過 這本雜誌它就寫個D 它歷來的封面照片 通通都是這個樣子 OK 而且人家這本雜誌是很久了 結果這個也被五毛追殺 對啊 你說 因為它的手遮眼睛 問題人家一系列 每一次的封面的model 都是這個動作 好 那右邊這很好笑 右邊人說現在是反送 那香港民眾都帶 都帶那個 免治好 嘿 你看到 這是人家澳洲出的郵票 對 所有的動物都戴上了防毒面具 那你是不是說 那澳洲是不是也在之前反送中 很抱歉 人家澳洲郵局出來說了 我們是為了全世界的環境的問題 跟你香港一點關係都沒有啦 所以說真的是 好 這些五毛真的是沒事找事 好 那這個賓士也是喔 你看賓士呢 你看上面 他只不過是引用了達賴喇媽的話 而且就在這個廣告他的車子嘛 他只是告訴你說 我們看事情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這樣你的視野才會更快闊 所以達賴喇媽這句話 看起來四平八穩也沒有什麼嘛 可是又踩到禁忌了 因為達賴喇媽是藏毒的代表嘛 就只因為你用了達賴喇媽的話 賓士一樣道歉下架 好 一樣道歉下架 你看大家膝蓋都很軟 是 那再來DNG也是 DNG這真的就是乳化了 我們正在講 第一個他先出了這個廣告 裡面你看 基本的標準的中國人這個鳳眼 然後他去諷刺中國人使用筷子 他也不說筷子 他就說兩個木棍 然後就很笨拙的用這個木棍去吃 義大利的披薩 因為DNG是義大利的品牌 他就在那諷刺 而且更諷刺說 裡面的這個model 講英文發音不標準 所以整個都在諷刺 好 那有網友不爽 然後就上他們的網站 然後結果呢 老闆喔 這個Gabanda 親自回覆網友 那回覆就算 你看我右邊把它圈起來了 他居然說 你們中國就是中國 然後我沒有中國也沒有關係 然後呢 中國就是什麼呢 就是無知 然後就是個骯髒的黑手黨 哇天啊 這真的就是 又是再次的爆鍋 好 一下來 結果當然 因為DNG在中國市場非常大 對 所以你看兩個老闆 因為DNG就是兩個人嘛 左邊這個就是Gabanda 另外那個是Ducci 兩個人不但出來道歉 而且用講中文的喔 表示誠意 講中文道歉喔 哇 所以說沒有辦法 好 所以你看 這是在去年11月發生事情 12月中國的DNG的門市打折 打六折 你看又一堆人來了 好 結果呢 你看今年是豬年 他們又出了一個T恤 對 這邊一個豬看起來也沒什麼嘛 中國網友又有意見了 說這個豬裡面呢 拿錢出來 過年給紅包 對中國人來說應該OK嘛 可是呢大家解讀是說 你在諷刺中國人 錢多人又笨 結果又有問題了 又被理智 我們稍後再回來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NBA下歸事件 引發了最後NBA的總裁出來公開回應 支持各式各樣的言論自由 那也引發了美中的輿論戰 口水戰 政治戰 在美國連政治圈都炸鍋了 同時呢 也因為10月10號 劉鶴欣的代表團 要跟白宮重新談判貿易戰 所以這樣的一個反中的情緒 事實上也可能影響到貿易戰最後的結果 好 彭向大哥 剛剛看到的是浮世的當家女主播說 NBA的球星不應該一切向前看 他們認為NBA下跪事件 壓根是對中國錢低頭的魔鬼交易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們看另外 從另外一面來看所謂的交易 各位看到沒有 剛才這位主播他所講的那些話 那是真正的會挑起美國人的民族主義 美國人對於排華反中共的這種情緒 我跟各位報告 在三十幾年前 中共為了要打開跟美國的關係 他運用了一個小球 叫做乒乓球 進行所謂的乒乓外交 那個時候 中國那個時候的乒乓球非常的強 就藉著所謂的 乒乓球的友好訪問 由這個莊澤棟 是個小帥哥 他帶隊到美國去 打遍全美國 他的球技非常的好 讓美國人 讓美國人開始 對中國開始注目 開始喜歡中國人 為了要讓美國人 改變對中國的觀念 坦白講 中國花了不少的錢 在做公關 其中呢 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請季辛吉 的公關公司 幫他們做的 包括說波音 這些的 都花很多錢 幫中共在做公關 但是看到沒有 為了這個NBA的事情 所有以前的 這三四十年的努力 完全付諸東流 表面上看起來 NBA的損失好像蠻慘的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看 中國的損失是不是更慘呢 所以這個我們只能有一句話 來形容 就是春天底下的兩條蟲 蠢透了 你現在罵五毛喔 五毛會來洗版喔 這個因為說實在 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 這些五毛還在推特上面講說 911棒透了 然後講說加州趕快獨立 然後講說這個美國活該 這個911死人 那就是說 然後這些五毛就說 我們在推特也是在表達我們的言論自由 我們對911看法意見不一樣 我們對加州看法意見不一樣 我們對印第安的這個 美國的原住民看法不一樣 你們想怎樣 對 兩邊就互相這樣對幹 所以說這個 有個故事就講 誰說大陸人 大陸同胞沒有言論自由 有 他絕對能夠在天安門指責川普痛罵 這個 在網路上也是一樣 對不對 有有有 你美國有什麼人他不敢罵的 對不對 有什麼人他不敢支持的 賓拉登算什麼 對不對 他連希特人他都要支持的 你贏了嗎 你贏了嗎 你看看現在我們台灣討厭共產黨的比例有多少 六十八趴 剛剛最新數字 將近七成討厭共產黨 結果你贏了表面上的嘴巴贏了 但是骨子裡根本就輸了嘛 你輸了台灣的人心 但是我跟你講 台灣人畢竟還是中國人 大家彼此之間比較了解說 你那個玻璃心是怎麼樣 然後我口是心悲的 這個呼嚴你一下就算了 以我對美國人的了解 各位回歸一下西部片 老美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以我個人 這是第一次在美國大震撼 對 台灣經歷過五寶村 經歷過八十五度 現在如果小球星小明星去跪 根本沒版面 你除非要宏大大明星 真的小明星去跪會沒版面 你讓美國人根本不吃你這套 對不對 完成是反效果 而且會怎麼樣 會逼著他們的這些 這個籃球明星 逼著他們的影視明星 往往還要用更強烈的態度 來抵制中國 而且另外這個事情 坦白講 一般美國人對香港什麼反送中 什麼說實在有聽沒有懂 都不會是太注意太關注 但是突然之間想到說 這個是什麼香港 香港到底怎麼了 對不對 所以說 MBA的球星炒熱了 對 所以反而因為MBA這個事情 把香港的問題在美國又炒熱了 再過了 再過幾天 我們的中國的這個這個 貿易代表團的 又要到美國去談了 在那種氣氛下 你想想看 這一輪的貿易代表的談判 會有什麼好的結果嗎 很難喔 所以說 川普如果軟一點的話 美國現在這種氛圍就覺得 他不要嫌 以前是球星貴 現在總統貴 那選你這個總統要幹嘛 他不要選 他不要選 所以現在就會很容易影響到貿易戰 跟整個政治選戰的攻防 使得這個貿易戰真的是雪上加霜 對中國未來的所謂的和平發展 和平崛起非常非常不利 你現在還不是世界第一喔 對不對 你現在就已經這麼的囂張 這麼的跋扈 這麼的專制獨裁 連一個人講個話 對馬上刪掉還不行 道歉還不行 還要怎麼樣 你以為這個世界只有你了嗎 對不對 越是這樣子 越讓其他國家更會注意防範中國的結局 所以中國想要 而且沒有這個事件 我都不知道火箭隊的總經理 他說他聲援香港 對啊 而且香港都鬧一百多天了 你才聲援 我們節目六月九號 一百萬人出來 我們就聲援了 對啊 你沒有這個事件 我都不知道你們這些人鬧的 就像你講的 到底知不知道香港 對嘛 所以我說 是不是春天裡有兩條蟲 為什麼這樣個泱泱大國 欸 淨出蠢人呢 對不對 所以說 各位 我非常呼籲我們電視機前面 如果有五毛翻牆過來的話 我真的提醒各位 不要再犯這種蠢事 這就叫什麼 戰略性的錯誤 戰略性的錯誤 是靠著戰術 戰鬥都沒有辦法挽回的 那我再問你 這裡頭有本質的兩個意識形態 跟文化的差異 對 在美國 你聲援阿富汗 你聲援香港 其實都不會變成大新聞 對 你甚至聲援北朝鮮 金小胖也不會變成大新聞 就是說 在美國 除非你夠大 你是權力人物 你今天如果你是裴洛西 你聲援香港 他是個新聞 因為他是議長 對 你今天是川普 你對香港講話 他是個新聞 他是個議題 他是個議長 但是一般人的Nobody 即便是明星 即便是明星 以前理查基爾 他們是很聲援達賴阿媽 對 但是他事實上在美國 也不會變成大議題 大新聞 他會變成個人的信仰 就是說理查基爾 可能比較賭信這一個西藏 這一個 那他變成單一個人信仰 可是他也不會變成政治議題 跟政治的焦點 可是這個事情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 他都變成超大的政治議題 以及他們很難想像包容 多元的言論社會 有的時候可能聲援不同的政治立場 對 所以這就是這個等於變相的幫助美國人 瞭解現在的共產黨 美國的無色覺醒開始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一般美國人來講 坦白講 美國人這個地理知識 歷史知識 一般的國際常識 坦白講都很欠缺的 他們是相當的這種鎖國的 這種門羅主義的影響 除了美國以外 他不大注意的 但是因為這樣以後 他們恍然大悟 原來中國是這麼的沒有 沒有這個言論自由的 這樣一句話 能夠造成這樣的 這麼一個轟然大波 而且我跟各位講 NBA在美國的影響多大 你這個誰跟誰打仗 因為美國經常打仗 哪個國家跟哪個國家打仗 美國人基本上搞不大清楚 但是NBA每場球賽 我告訴你 你在美國想要混 你不把它搞清楚 人家一找你聊天 你說你不懂 對不對 哇 那就沒有話題了 所以NBA深入到美國的社會的各個層面 各個角落 而且NBA是等於他們的另外一種戰鬥 另外一種這個鬥智的發洩 你今天你在這個地方 你要跟他較勁 那真的說實在 你真是打到了 真是這個 這一季打到 打到 捅破了馬蜂窩 好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NBA下跪的這一個事件 不只是新聞事件 議題事件 網路事件 最後變成了政治事件 NBA的總裁也出來這一個力挺言論自由 然而中國五毛鄉民引起的這一波NBA風暴 確實燒得美國輿論政壇全面的熊熊大火 好 彥如剛剛講到 NBA在美國是具有龐大的市場 也有龐大的支持 然而NBA事實上現在成長最大的市場 是中國的市場 其實我們從過去幾年看到 NBA一直在經營海外部分 因為跟其他當地的運動相較之下 NBA的話 他主力市場還是在中國部分 但是其實包括這事情 過往我們看一些國際品牌 他們對中國可能低頭 或是一些下跪的態度 那但是其實我就是相較起來 我覺得NBA跟他們比起來的話 他們反而沒有像中國是特別低頭或什麼 反而是主席又特別出來說 強調言論自由的部分 那我們反過來看的話 他們這一次 感覺態度稍微有恃無恐的話 他們反過來想的話 我認為他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他守住所謂本土市場 那我們從收益來看的話 剛才前面有講到 就是像中國每年大約 NBA大概從中國那邊可以賺到大概十二億美元左右 但是他在佔NBA的總收益大概十person而已 那其實這個十person 我們再把它往更大方向來看的話 其實NBA還沒有把這裡面的十person裡面 還不包含說NBA在美國當地的轉播 意思說把NBA當地轉播加進來的話 那中國的收益對於NBA來說 其實是比例又更小 那舉個例子好 像之前就是像福斯還是ESPN 他們跟NBA簽約的時候 例如說簽十年的轉播約 那都是兩百多億美金 那就是遠勝其實中國這邊 所以NBA現在最大的市場 最大的利益還在美國本土市場 對 只是說他們海外的部分 所以他還要守住本土的這些球迷的反彈 那這一個NBA 這個因為這一次取消了中國的市場 所以呢 事實上至少超過這個一千多億的人民幣 可能會受到傷害 對 因為最近幾年都會看到 兩個國家之間互動相當頻繁 包括就是季前賽的部分 那現在尷尬就是說 現在九月 現在九號跟十號 還有兩場季前賽 那他們這邊比賽是沒有取消的 但是轉播已經取消了 那代表說比賽開打 但卻沒有轉播 那對收益來說一定是影響的嘛 那最近幾年這個NBA球星在中國 越來越知名度越來越高 那包括我們之前看到 門票最高一張都可以炒到 那個可能兩三萬人民幣都有可能 真的喔 對對對 在中國的球賽好的位置 一張門票可以炒到兩萬多塊的人民幣 對 這個就是最前面的位置都有可能 VIP的位置 好位置 所以說一場比賽可能兩三萬人 甚至更多人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球館多大 那可能對他們來說 這個一場比賽可能就少掉幾千萬人民幣 這是眼前NBA可能會看到的損失 那問一下張老師喔 現在NBA本來是一個單純的這個球星 或者球團的經理人的個人言論 現在擴大變成政治事件 而且甚或可能影響到美中貿易戰的談判 我覺得中國在這次的處理算是蠻不聰明的 因為現在火箭隊經理有這樣子的言論 姑且不論他言論這個是不是OK了 先就講退萬不講 中國你要報復報復火箭隊就好 那結果你是整個NBA都不轉播 我想這個基本上打擊面太大 可以說是相當不聰明的 實際上我們從這個貿易戰看來 中國常常犯傻 譬如說明明是中國對美國出超多 結果美國用關稅戰 你也相對對美國用關稅戰 這個是讓人很難很難理解的事情 就是明明是你出超 你需要在關稅上得到更多的好處 結果你居然拿這個關稅來跟美國對干 這個是非常奇怪的作為 那現在來講這個NBA 我們可以看到 首先NBA在中國國內其實知名度非常高 而且是美國價值的一種象徵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職業籃球CBA 那個比賽的這種水準 當然CBA不是不好 但是整個球技比賽精彩度跟NBA 可以說是天狼之別 換句話說你現在進了NBA 就是不讓他在中國轉播 只是增加中國更多人翻牆而已 只是讓更多人去翻牆而已 就像這個年代向前看 其實如果叫中國官方標準 百分之一萬不可能在中國能夠上網的 但是很多人翻牆出來看 感謝中國網民翻牆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歡迎分享 所以這就出現一個實際上最奇怪的情況 很多人翻牆出來看然後通話 既然你這麼不喜歡這個節目 那你還要花那麼多時間來翻牆 這很特別 也就是說 NBA如果現在照騰訊原來的契約 在中國轉播 反而他播出的整個畫面 整個廣告等等 會符合中國的相關規定 但是呢你現在把它切掉了 但是中國不會說 對這個完全沒有需求 大家翻牆出來看 反而第一個你中國騰訊賺不到錢了 第二個中國觀眾會看到更多他們 中國官方所不希望他們看到的東西 譬如說這個如果有些廠商 譬如說挺香港的挺西藏的 在美國國內NBA播出的時候 他可以自由自在上廣告 可是在中國國內的話 中國版的就不會上這些廣告 結果現在大家要翻牆 反而大家更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完全無法理解說 這到底這個對中國特別有什麼好處 第三個是貿易戰的問題 因為NBA是一個通俗的職業運動 得到相當多社會上大眾的歡迎在美國 不管是老中青 特別是年輕人 這個藍領階級 其實對這個是非常喜歡的 然後NBA許多知名的球星都是黑人 換句話說 他對於美國特定族群的這種吸引力 這種聲望是極高的 結果現在中國把它禁掉了 換句話說 這個對美國國內的這個 特定的族群 還是說這個民主黨的支持者 會格外的有作用 他們支持NBA 他們喜歡NBA NBA的知名球星像 LaBron James這些 都是他們的偶像 結果現在在中國不能播了 所以美國政治人物 不對這個表態是不行的 所以你剛剛看到 我播給觀眾朋友 看到福斯的片段 美國來賓跟美國主持人 他們討論的內容 跟本節目半清八糧 我在想說這個是不是 美國主持人直接指著說 美國球星為了中國錢 連人權連自由都不顧 一切向前看 他都講到向前看了 年代向前看能不播嗎 而且更重要的是NBA 這個在全世界是指這個籃球技術 跟比賽的牛耳 換句話說他的球星也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不斷地有很優秀的球星出現 所以換句話說 個別球星 特別去舔中 特別是貴中 如果美國人不喜歡他 很快的他也會被淘汰的 對 因為這個球星 像我們知道很多知名球星 像COVID Brand 像這個 他也是有非常光輝的歷史 但是終究會退休的 換句話說本來就不是說 誰可以永久獨佔的凹頭 你現在誰去舔中 那最後結果美國球迷下架他 你去打CBA好了 你不要打我們這裡了 而且就算你沒有舔中 他的球技可能各方面考慮 他也會去打CBA 像林輸好嗎 換句話說他 九成的市場 如果沒有去顧 想要去顧到一成的市場 我們也只能說 他就真的是熱愛中國 那麼中國打NBA這一仗 第一個得罪美國所有人民 其實說實話 就跟剛才幾位先進講的 你挺香港 美國大多數人 根本不曉得香港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根本講台灣 西藏這個對很多 美國人來講 是非常非常遙遠的事情 我在美國住過 那個中西部的人哪 哪裡知道這個 這些海峽兩岸的這些事情 這個沒有什麼了解的 但是現在呢 居然美國這個世界的 這個軟實力的象徵NBA 被中國抵制了 這個只是讓中國在美國 國內大做這個負面的廣告而已 可以說呢 美國國內一些反中派 一些這些藍隊 費盡心思想說怎麼樣 一樣讓美國人民更加意識到 中國的威脅 像Peter Tavaro那些人 對 結果他的書 不管怎麼賣 也只是一些知識精英在看 結果現在這個新聞一出來 現在跨越同溫層 已經跨越同溫層了 這個收到了 比知識精英 比國安官員 甚至比像班農那些人 講再久都得不到的效果 真的 這次是非常明顯的 這個是反效果反廣告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NBA下跪事件 在美國語論跟政壇乍翻了 然後呢 南方事件客才會哭手 我手上這樣的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是自由的 然而他在某些情境之下 也會被封殺 那於是呢 美國內部反彈 認為呢 這個美國呢 事實上各行各業 包含了美國國家利益至上 不應該進行某些嚴重的魔鬼交易 不僅僅是NBA下跪事件 被貼上魔鬼交易的標籤 另外相關的封殺科技 黑名單問一下創下 美國白宮內部傳出來 只要投入監控 新疆維尾爾相關人權 或者集中營的 包含了科技業者 包含了中國企業業者 都是全面性的封殺黑名單 美國要封殺是一步一步來的 是在前兩天的時候 CNN特別出來一個無人機拍到 在新疆那邊 數百個被勞改的人呢 被再教育的人呢 被眼睛蒙著 剃光頭的 被遺授 然後新疆的人權問題 就引起了大家關注 那新疆人權問題 當然就是他天眼了 所以美國商務部 就突然就講說 他們呢 又公佈了新的二十八個 貿易黑名單 而這次貿易黑名單裡面 它包含政府單位 因為這新疆 就是說你用了AI人工智慧 你的核心技術 去做這個侵害人權的事情 海寬威視 我們都知道它是最主要的硬體設施 所以當然再重新的 再告訴你說 你就是被列入黑名單 然後在裡面的呢 像那個商湯科技 然後還有礦事科技呢 他們是做AI的人工的人臉辨識 人臉辨識這些技術 你就協助 然後拿出來 所以你這個人臉技術 也列入黑名單 然後在裡面呢 還有一家呢 就是叫伊圖科技 在裡面的關係 是因為呢 它的速度非常快 一分鐘 你一秒鐘 可以看出十個人臉 所以如果用你的科技的話 新疆人無所逃 所以通通可以列入 那科大訓飛呢 這個東西是因為呢 你做的是語音辨識 所以連語音辨識 你都可能有造成新疆人呢 以後的語音講話 在各種地方裡面 都被監控 都被監聽 所以通通把你列入黑名單 所以美國現在商務部呢 就把這個黑名單再加碼 再拉上去 再制裁 壓迫你中國 不要用這些科技去壓迫人 可是後面這樣有沒有用呢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先前談出來的 又彭博說 又講說 限制美國的退休基金 投資中國的貿易 投資中國的企業 當時呢 還講說可能還沒有什麼的 彭博就說 又開始討論 所以繼續的從你技術上 從你資資金上 美國會全面的用新疆的問題 把你全面封殺掉 那所以我問一下月中 昨天稻窮跌300多點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 布文貝爾報道說 白宮正在討論 可能將來這個限制 退休基金投資入股 那這個跟前一波 白宮討論 白宮被忘錄 傳出來說 可能下架中國企業 中國企業在美國掛牌 那事實上是兩個政策 一邊是下架這個 已經掛牌的中國企業 比方說阿里巴巴 那這個比方說 這個愛奇藝 這類的公司 另外一方面是 不准公共基金 退休基金 投資入股 那也是斷了 中國大陸另外一波 這個國際資金 然後事實上 以這一次制裁的黑名單來講 確實很大一部分 都跟AI大數據 還有監控有關係 是 所以我幫大家整理 這八間 大家主要的業務 大家可以一眼 一眼就看得出來 大概 美國這一次的主軸 就如剛剛您關係 剛剛其他的來賓所提到的 監視器 人臉辨識 聲音辨識 然後網路監控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 好 那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看 為什麼就針對這幾家公司 他們這幾家公司 到底有什麼大本事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監視器的部分 那監視器的部分 主要就是海康威視跟大法 大法股份 光這兩家全世界 市佔率三分之一 對 那就連臺灣都有採購海康威視 沒錯 那海康威視這家更厲害 他已經連續七年 全世界排名第一 他光一家佔全世界市佔率二十二趴多 好 那背後是中國政府 有高達將近一半的股份 那大法股份 這家公司也是一樣 背後 基本上就是中國一個 國家級的一個研究機構 就在研究這些東西 所以說這兩家公司被被這個抵制 那基本上這大概都是原本 大家就很預期當中的事情 好 可是這個監視器這個行業 在中國真的是一個大生意 根據統計說到二零二二年 中國將會有二十七點六億部 平均一個人可以分到兩部 中國有將近十四億人 一個人可以分到兩部 所以做監視器發大財 對所以你看到中國監視器富豪 來你看到海康威視的老闆 身價七十二億是川普的兩倍 比我們的郭董都還要多 郭董大概六十幾億 他有七十幾億 地方這個大法股份也有二十二億多 那後面這兩家比較沒有知名度的 一樣是做監視器 分別都有十四億十三億 所以這個四大監視器富豪 四大天王 每個人都是數十億美金的身價 沒錯 而且光中國市場 就幾十億支的監視器 沒錯 那如果他還外銷到全世界的市場 比方說台灣都還採購的話 對像海康威視我們剛剛講 他全市連續七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名 而且全世界的市占率二十二%多 那你想他一年出多少貨 對 所以監視器行業也是中國非常獨特的 這個一支獨秀的全球性的行業 而且他們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他跟你說我秀個大碗 為什麼台灣會採購 就是這樣子啊 他跟你說我很厲害 但是我用非常不合理的低價賣給你 那你要不要用 對 大家當然覺得說 我規格怎麼測都覺得你很好用 那你的價格又比其他同等級的低那麼多 我當然用嘛 問題是監視器的背後有些什麼東西 大家都心知 那美國現在制裁海康 海康跟大華是擔心用了之後呢 他可以收集這一類大數據 是沒有錯 然後這些大數據可以變成國防安全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情報 可以用在太多太多地方了 所以說為什麼美國要去抵制嗎 好那第二個我們看到這個號稱中國 我Siri的這家公司叫柯大訓飛 最主要他就是做語音辨識的 那他就是被指控協助新疆政府去做聲文的比對 監視器要看到你的臉嘛 我現在不用我聽到你的聲音我就知道你是誰 這不得了 那當然 那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本人曾經使用過柯大訓飛的軟體 他最早是做翻譯 就是說你可以翻譯 他翻譯機據說非常厲害 是真的蠻厲害的 比方說我要點牛肉麵 然後他就把你翻譯成英文 所以他最早的大眾化的應用 是給那一些 比方說假設你是觀光客你需要翻譯 然後你有一些簡單的 比方說我要買一張車票 這種很簡單的字句 然後他快速的翻譯 然後他就可以使用 你不用輸入 他用聲音辨識 是 那為什麼他在全世界最成功 因為他在全世界收集十三億的聲音的數據 有大資料庫可以不斷的去 try 不斷的去修正 所以他很容易修正成一個最成功的聲文辨識 然而他這樣的聲文辨識 如果變成監控一個人 監聽一個人的時候 那就有人權的問題 沒錯 所以你看下面我就舉個這個例 這個產品就是他的做一個滑鼠 一般滑鼠我們都很清楚不用多解 可是他是好滑鼠厲害在哪裡 他可以用聲音去不但是控制電腦 你還有我們一般最麻煩的就是打字 那語音速度大家也常常在用 可是他厲害在哪裡 他可以一分鐘四百個字 而且辨識度高達百分之九十八 而且可以精通二十六國的語言 怕死人這麼厲害的東西 如果你好好的應用在日常生活 對大家是福利嘛 但是你拿去做那些危害人權的事情 那真的就是個大問題 那如果這麼厲害的東西 地球上七十億人口 統統都給他列為大數據 那這些人口以後都怎麼檢控 我們稍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NBA下跪事件 引發美國內部的反彈 那美國內部現在從貿易戰金融戰貨幣 打到言論戰人權戰 因為打到了人權戰 那白宮新日輪封殺名單 都跟這個維吾爾跟相關的人權的監控有關係 所以呢剛剛講到監視器監控 或者是AI的辨識 都是這一波的黑名單 表面上也是黑科技 事實上也是白宮政府擔心的黑名單 然後這個月中 另外一次另外一個這一波被封殺的黑名單 商湯事實上也是AI的獨角獸 對那AI的領域當中 目前全世界最大就是商湯 目前估值大概在七十五億美金左右 好那剛剛前面講到監視器 監視只是拍到畫面 可是重點是畫面裡面到底是誰 這時候就是像商湯這幾家公司 專門在做的就是人臉辨識 好那商湯他背後背景 原本是來自於香港中文大學的 他們的研究團隊去發展的 所以你看他現在 最主要就是跟跟中國的幾個政府去合作 去做人臉辨識之外 他在目前一般的商品上面 包含的小米的手機 跟中國移動 其實都已經應用到他們的技術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手機就是刷簾 那基本上都要應用到這個技術 好那所以不只是商湯在做這個事情 礦市也是這樣子 你看到礦市的背後 你看到有非常多公司 特別注意到第一個創新工程是誰 他的老闆就是李富開 然後再來你看到富士康也是股東之一 雖然他的占股不多 大概3%多 但是也是股東之一 那下面給他這張照片是什麼呢 這其實是在2017年 微軟的亞洲研究院 他設在北京的亞洲研究院 開了一個研討會 結果你看到最左邊是主持人 也就算了 右邊的五個人分別來自於四家公司 這四家公司的七家三家 在這次都被抵制了 是巧合嗎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微軟亞洲研究院 就是在中國一個非常高階 專門在做科技研究的 會找到你這些人來 基本上一定是一方之霸嘛 所以說你看到2017年就找這些人 結果今年這些公司 就除了其中一中間一家沒有 其他三家都在這一波被抵制的名單 那這一家公司被抵制 可是他股東這麼硬 阿里巴巴 螞蟻金服 富士康 人民銀行 然後阿布達比 然後就連川普點名 那個拜登的兒子的實務基金 都被這一個指控 好像也有間接投資 是所以說像這些背景 這麼硬的公司 你可小而知他一定非常不簡單 好那再來這家伊圖 可能在台灣的知名度比較低 可是你特別注意到 這家反而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公司 為什麼你看 美國的一個政府機構 叫做標準級技術研究院 就是前美國的國家標準局 只是屬於美國商務部的 在去年做了一個全世界人臉辨識的競賽 結果你看到左邊是全世界的前十名 你看到紅製的部分都是中國廠商 就是這次被抵制的這些公司 好那除了紅色製最多之外 有三個綠色製的是來自於俄羅斯的公司 那美國的公司在哪裡 第十名 還有排行第十名也算不錯了啦 所以你看到伊圖他的產品有兩個 就是分別就是第一名跟第二名 也就是說全世界人臉辨識上 就是他們最厲害了 那附帶講一個 之前不是那個張學友 在中國大陸開演唱會 就張學友開演唱會 就有抓到了好幾個通緝犯 這些通緝犯為什麼被抓到 因為中國警方就是用伊圖的操作界面 你就知道這真的是不容易啊 你想我有監視器拍照這些人的畫面 他到底是誰要有這些辨識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有多厲害 真的那除了美中貿易戰打到科技戰之外 請教一下烏林翔大哥 另外一波是中國內部國進民退 那特別是很多富豪現在這個被接管的被接管 然後呢被退休的被退休 那當然也有人在海外被死亡的案例 那最近幾天有一個新案例是先鋒集團 的年輕的董作 那這一個也是非常有錢 他叫張振興 他在海外突然死亡 引發了各界的揣測 因為他才48歲 那他是這一個超級大富豪 那聽說你也認識他 我是2006年秋天到大連出差的時候 一位台上朋友介紹認識他的 那時候他的大連擔保公司才成立三年 那後來我跟他一直有保持聯絡 大概維持了四年的來往關係 但是他這個集團 因為裡面很多朋友我也都認識 所以我每年回去那個父母親的故鄉掃墓時候 都租他的集團的車呢 那不過這個案子呢 因為我也收了他的副文 朋友傳給我他的副文 我也 我當然我也覺得很可惜 很震驚嘛 我也很震驚 但是呢這裡面意外之中 也有這個必然性在裡面 為什麼呢 他其實先鋒集團 就是中國大陸這幾十年發展當中的一個縮影 因為中國大陸對於那個發展 就像鄧草平說的是摸著石頭過河 他採取一種 法律上採取一種負面列表 意思就是說這些事情你不能做 那我沒有說不能做 其他你都可以試試看 所以中國大陸各種的 所謂的創業家 勇敢的冒險家 就拼命的去想各種辦法 那我們在台灣不是 我們台灣正面列表 說這些事情你可以做 我沒有說可以做 其他你就不要做 要不然你就是鑽法律漏洞的 所以張振興的這個先鋒集團 在最近這十幾年成長這麼快 一方面整個大環境 當然跟他個人的個性也有關 從我認識他 我就發覺他什麼行業都想介入 那也是因為中國大陸傳統的金融業 包括銀行 證券 保險 是由人民銀行來管 但是也有很多 因為中國太大了嘛 有很多鄉下的地方 你看台灣這麼小 我們有農會餘會 金融合作社 中國大陸那麼大 有很多地方也需要金融服務 那沒有辦法 被傳統的銀行所cover 所覆蓋的那些金融服務 要靠什麼呢 要靠非銀行金融機構來協助 那在中國大陸是發覺我在管 張振興當初走之後這條路 所以他做了P2P相關的事業 對 一開始像哪些行業 就像當鋪啊 擔保公司啊 開賣公司啊 小額借貸公司啊 換匯啊 他都會做 因為他太喜歡去經營那些新的 他認為新的可以讓他 的確他的經營也帶來很多的獲利 讓他成長得非常快 但是後來他 我到去年就知道他出問題的時候 是因為P2P爆雷 就你剛剛講 P2P爆雷他也攤上了很大一塊 他就周轉不領了 財務就有風暴壓力了 對 今年一月份 我到深圳跟香港出差 我就問了這個集團裡面 我還認識一個中階主管吧 那個中階主管其實非常年輕 當然他本人也年輕 他小我12歲 今年才48歲呢 那那個中階主管說 我在深圳這麼小一個地方 我就扛了十幾億 我一聽我就知道說 這個數字覺得大到他們 大概很難承擔 但他還蠻認真的願意出來解決 所以他說我們分 一年分四期 每一期我們沒辦法一下 全部到期都還 我們分四期將慢慢還 他想試圖要解決 但是我覺得他太 因為他勢必公輕 什麼事都扛在自己身上 而且我這次看了富文才知道 他也還有一些別的訊息 才知道他連那個虛擬貨幣 比特幣他也有介入挖礦機 對也能虧損 這個上下的波動太大 所以這種金融風暴 很像台灣當年的紅原風暴 或者像很多的有地方的金融機構 像信託合作社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我看他是蠻可惜的 我看他是其實蠻可惜的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同時年代向前看 也有IG臉書推特的官方帳號 歡迎觀眾朋友分享訂閱跟追蹤 也歡迎粉絲斗內維尼 我們這個年底來辦維尼趴好了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